各位粉丝朋友 大家小吴好 我的名字是尼尤 我现在在坚持着挖矿 就是流着泪挖矿吧 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 这个冰河KS0的这个叫充电器 它这个充电器 它这个充电器是泰普C机口的 泰普C机口 然后这个充电器很热很发烫 真的是很热很发烫 我一摸的话 我现在手在这里 我搞上去 我搞上去 我一摸的话 它是很发烫的 很发烫的 就是我看到在 我看到是在这个网络上 有人拍视频说 有人拍视频说 这个肉很发热很发烫 还有在那个coco聊天团 微信那个聊天团里面 就是有一些粉丝朋友说 那个东西很发烫 很发烫的话 很发烫 估计温度感觉到有个 说100度没有有个80度吧 如果说真的 如果说真的一天24小时 不关系时间长的话 的话真的会起火来 因为那个网上有人拍视频说 这个东西已经 有时候太发烫了 就烧了 烧了就起火了 起火的 起火的话会带来两个危害嘛 第一个危害是说 可能把这个机器烧坏 第二个危害说 说夸张一点 它会引起火灾嘛 所以我看到 所以我看到有一些粉丝朋友说 在那个淘宝上或者是拼图桌上 买了一个买了一个那个长方形形状的 就是像那个笔记本 就是那个笔记本 就是那个笔记本充电的那个那个电源 或者是说那个显示器的 或者是说显示器的那个电源 也是Type-C接口的 我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 如果说大家大家知道是个什么样子的 或者是在淘宝上买的什么样的 有那个购买链接 就是在我的评论中发一下 然后我也就买一个 不然的话这个东西 不然的话这个东西就是温度太高了 它会烧了起火的话 假如说我人又不在家 人又不在家的话 万一起火了也确实不好嘛 还是说尽管说尽管说流着泪 是挖这个挖这个挖矿嘛 也不赚钱 也不赚钱 挖矿一天就够三四十块钱嘛 但是无论怎么说 就是看长期嘛 长期主义 看长期 看这个比能不能长个十倍 比较能不能长个十倍 二十倍的 还是我在我的想法 还是说去买一个这个 买一个那个叫什么 那个笔记本 笔记本的那个 那个给笔记本充电的那个电源呢 然后这样的话功力大一些 它不发热 这样的话安全第一嘛 好在我今天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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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